这几天啊 向怀强的泰的陈兰是炮轰周星驰的事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那香港地区的电影大佬们呢 也纷纷表示周星驰的人品差 不愿合作等等等等 眼瞅着这个形势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周星驰呢却始终信奉沉默是惊 不过凡事呢都没有绝对 这部要替周星驰说话的人终于出现了 其实我不太明白八月中的时候 你们都已经找到撰写文章的本人 为什么不问问他呢 截图都在啊 发言的人就是周星驰公司总监陈振宇 言语之间透现着他些许的不平和愤慨 相比之下周星驰倒是十分淡定 不仅按部就班的为兴趣选决 还有心情上街吃东西 对于这些事是非非 一贯沉默寡言的周星驰并不为自己变白 但他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自己的确得罪过不少人 但并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别人是怎样的 有时你没办法可以控制得到的 你只能够是做到你自己能够空襟港幅一点 你不需要太过戒怀 如果说自己公司的职员 莱莉庭老板还没有说服力 那么陆续站在周星驰这边的明星可是分量不轻 曾经跟周星驰合作过的陈法荣就坦言 周星驰并非那么难相处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TVB出身的 是挺客气 挺在现场讲笑话的那种 而张博之曾经也称周星驰其实很体贴 只是不擅长用语言表达 我们其实好像在他面 因为我一定要放醋 一定要放醋在那个他面里面 我就普通的自己跟自己说话 说为什么没有醋 我都还没说完 他已经就拿那个醋给我了 他都这样对我 我觉得他那个人其实很好 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外面的报道 我就很生气 我很生气 老婆女星真一在这次矛盾爆发之后 更是不惜笔墨力挺周星驰 暗讽向太陈兰及众大佬的举动有失风度 老板们当初你是怎么起家的 可别忘记 你们的一切不都是明星听你赚来的吗 几十年之后再去数落明星们就有失风度了 今天看在你家财万贯的份上 就英明一次吧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替周星驰说话 当然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曾与周星驰因为合约纠纷闹上法庭的张雨琪也出言维护了 他人超好 很照顾我 可能有很多人对他有误解 周先生一直是我很感激和很尊重的一位导演 那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要离开新贵公司呢 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吧 就连旧爱莫文蔚也勇敢地站了出来 他很会照顾人 很会照顾演员 并且不管外界如何评价 我都不会理会 会一直支持周星驰 而年纪最小的这位新女郎同时也是周星驰干女儿的徐娇 可能会让周星驰倍感欣慰 因为徐娇不论在任何场合都会对这位电影中的老爸力挺到底 周导是我的恩师 对我有之欲之恩 虽然也有多事不见 但偶尔的通话依旧美美令我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 我目前与星辉公司的合约即将到期 但续约的意向已经达成 我想这是对他最好的支持 我觉得周老爸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非常关心 我觉得没有存在说是什么让人不容易接近这样的说法 关于周星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尽管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似乎是所有人都能够达成的共识 那就是周星驰在香港电影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无人能够撼动 星驰就是一个IQ很高的人 对 他很聪明 但是他的EQ比较低 他想的东西他可能就没有想过人家的感受 娱乐就是娱乐 人品就是人品 其他人也会买他的票 可以倍中就轻 就不要跟他去吃饭 或者是不要跟他在 比方说觉得难受就不跟他合作 行了 再见 编辑报道